当时我考虑了一周以后 我就做出了实质的决定 通过他的野心勃勃 可以看到他最后的那个时代 所经历了些什么 我对自己设置了一个 没有退路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其实这个时代的共鸣性 是最能够打动人的 事过近亲 洗净千花之后 更多的是一份自我的和解 我在单位里22岁就成为了 公会主席 是单位里最年轻的党员 我26岁就入了党 那当时呢 就是92年改革的春风 吹遍大象南北 我也很深入地想到外面 去历练一下自己的想法 当时的年轻的我是敢想 敢做 也是敢闯 想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 许班夏其实在经商这方面 是有一定的头脑的 而且要比我以往的角色 都要事骨圆化很多 情商很高 又很有手腕 那之前的角色是 偏向于真诚善良倔强的 当时呢 从新面晚报上看到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三产业会越来越受到欢迎 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 我想那我们去做服务 第一个业务 就是别人要修洗 凑碎码凳水箱 第一次有人请我们去服务的时候 真的是很高兴 终于是这个服务是有人需要 因为当时人们还没有 花钱买服务的概念 从陆珍传奇开始 那时候还比较稚嫩 能让大家看到她身上那种倔强 不服输的那种劲儿 那包括后面的 珊珊虽然她是一个 甜甜软软的女孩 但是她其实也是那种 没有丢失自己梦想追寻的 这么一个女孩 包括后面的 知否 是让我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 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上了一堂课 还有楚桥 她其实那个时候是非常燃的一个角色 让大家看完就是斗志满满 是非常坚韧的一个形象 很有力量感 我觉得一个好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 核心 它一定要具有时代的共鸣性 虽然当下其实很多的年轻人都在说躺平 但是实际上我相信大多数人 其实都在努力的奋斗着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 也都是希望能够像许曼夏一样 感想感为的同时 身边也有一帮真情实义的朋友 跟她一起同甘虎共宽难 优优独播剧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独播剧场 不同的野心 不同的状态 能够看到每个闪闪发光的角色 他们可以记住这些角色的名字 其实是我这一路走来 能够获取的更多的力量 也是所诠释的这些角色 给观众带来的力量 无论是人人事间 还是警察荣誉 还是风吹半夏 其实都能够看到 我们都是在以小能力的视角 去窥探时代的这个发展 去展现时代的变化 其实我们都是希望用小窃口 讲大主题 希望在这样的一个视角下 创新的一些角度上 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 具有时代共鸣性和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价值的这样的一些影视作品 就是每次打碎重塑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让一个角色的灵魂强行 进入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去 我要跟这个角色一起去感受他的经历 虽然说他会有武装 会有玄幻 会有现实 但是我觉得人的性质是不会变的 这些角色可贵的一些品质是共通的 理想当中的这个形象 跟你从理想当中去 可以弥补自己的这种幻想 然后再把这些治愈的这个过程 然后再放到现实生活当中 认真做事 只能把事情做对 用心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好 服务好每个客户就有做不完的客户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八小时之内 因为八小时之内每个人都在工作 真正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八小时之外 我从来没想过 我要去做的事情是会做不成的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作为企业创业者的一个经营品质 现实主义题材的内容 你要去传达什么 其实我们的片子核心还是在讲和解 无论是跟时代的和解 还是跟自我的和解 跟身边人的和解 我觉得这一份和解的价值 是我们这个片子核心想要传递的意义 我们演戏所饰演的大大小小的角色 也是源于生活当中 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人 很普通的一些形象 通过我们的职业 我演员这个职业 可以用最真诚的一些表演 去带给观众 能够给观众有带来更多的能量 和更多的生命力 让大家看到这些角色 都是充满生命的 生命力的 都是生机勃勃的 我们尽管做的是这么微不足道和渺小的 这么一个产业和事业 但是党和政府 包括我们社会阁界都没有忘记我们 能够看到了我们在成长发展过程中 在回馈社会 进一级资历方面所付出的点滴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身为一个 在浙江的民营企业的一份荣幸 在看完这部作品以后 能够有所思考 也能够去体会到许班夏的整个的人生的经历 能够去反思我们每一个人 在生活里面所面对的困境 所以我觉得今天回望自己走过的三十年 真的感觉到虽然是非常不容易 很辛苦 但是也很值得 在未来的话 我们也会持续保持这样的题材的创新性 视角的创新性 然后同时希望能够去展现时代的 不同层面的 不同视角下的一些 具有新人主义题材 社会传递价值意义的作品 我是希望通过角色 可以传达给观众更多的力量 同时也是我们想去接近生活 一个渠道来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打破过坎 一代人由一代人的长征路 要砥砺奋发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最后的 jetzt moins有点 在那里面的 我们下期见 这里